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四的清早,八世輩第四圈次回合有比賽進行 今美奧到時將會作客挑戰高士路 兩對手回合戰成1比1,上方次回合回到同一起跑線 考慮到今美奧近期爪獲連勝狀態更加 球隊今仗值得提高一時 高士路自從5月中憑著基伯圖蘇莎梅開二道 4比0大勝阿美利加明尼路之後 無論是高士路還是基伯圖蘇莎便再都沒有好日子過 首先球隊沉面已經連續三場各看賽事不勝 包括首回合1比1戰和金美奧 至於球員也已經連續三場未能入球 近況方面實在難以用出色來形容 值得提的是,過去三場 高士路無論上半場領先打和還是落後 球隊坤未能在下半場笑到最後 某程度上,球隊把握機會能力較為欠缺 而敢重手回合17次射門只入一球中便能體出 更為不利的是,高士路目前處於主場兩年敗之中 其中兩場進攻方面食彈之餘,後防環合共失三球 並且半場坑以0比1落後,又見及此 高士路今將主場確實不宜高估 金美奧今季重返巴格就能交出不續的開局表演 他們頭八輪聯賽交出四勝兩和兩副的戰績 首額14分在積分榜上位列第五 要知道在他們降班的高一季 直到第十輪賽取得聯賽首勝 如今百輪過後便有五成勝率 足以見得球隊今季並不只想留在巴格那麼簡單 有利的是,金美奧近期省獲兩年勝 其中得失球比為5比2 值得提的是,盧爾斯·蘇瓦雷斯近三場各項賽事中 有兩場能夠錄得入球 其中一球來自首回合 這名奉善老將今季轉匯巴格後 模擬成為球隊的進攻核心 首回合,金美奧55%的控球率 可謂將局面老老掌握在自己手中 雖然射門數比高士路少5次 但局球數等其他數據上均優於高士路 加上目前球隊又手握兩年勝 今美奧次回合絕對有望迎波進級 多謝收聽,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